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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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最大的重点面积的 4万公斤左右 到现在大概2万公斤左右 目前 相交生产业集结 而建议的相关与从业业员 数量每年超过40万 老百姓人 为老挝创造稳定的就业人员 大约30万个就业奖位 每年为老挝 老百姓增加1到2亿美元左右的收入 为老挝继续社会发展 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们现交人员 成体现交人员非常感谢 老挝 政府和中国就老挝大使团的 大力支持和盘督 自身官员是相交 目前有一些利益集团 为自身的利益 一直在追踪禁止中国车辆在老挝境内 运输的事情破坏了老挝的友谊 追踪成功的话 按老挝目前的运输力量 将会让老挝的农产品 农业和各华产业成本 与物账加速增长 生活成本也加速提高 让老挝的农产品成本 过高失去了市场的优势 都让老挝大量的农产品 期盼在地里面 而让农业公司管理 农业产业 相关的就业人员 失去收入 去年 下半年受疫情影响 摩丁每天 出发车辆有限 光斗 长期严重的 用运达爆炸 因为 拥堵的严重 不能及时出发 导致大量的香蕉烂热 烂热地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去年 沙发年到今年三月 每天到达摩丁 口岸的农产品 加达西郎 云里 一言